等于是本来Images 里面 本来是散开来的 所以其实我觉得见资料夹还真的蛮棒 因为只要很好归类 有点像是你要收纳一样 如果你没有收纳乱七八糟 那你有收纳就很清楚 只是说你要怎么样以后下载的档案 他要自动放在他应该放的资料夹里面 这件事情很简单 其实只要用OS模组里面的MKDIR方法 告诉他见资料夹在哪里 他就帮你见 见完之后你就把下载的东西放进去 这样就OK了 只是说刚刚讲的这两个动作要怎么做 OK 当然我这边已经做好了 不过目前还不完美的地方就是还要手动删除 还没有讲 你可能后面有个同意说 老师那怎么删除 然后删除完之后 老师那怎么样没完没了 所以陈世永远没写完一天 所以有些地方该打住就打住了 OK 反正我能讲到我就讲 那不能讲了 其实网路上都查得到 OK 所以如果你想要再了解 Google一下都有答案 只是你Google到的东西 能不能把它转成你要的东西 这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OK 所以 OK 让我们来看一下 我把它Demo一下 其实就是执行一下 那你可以看到 他就会自己自己慢慢加 所以如果你的网页数量越多 你会觉得感觉越有成就感 他自己跑自己跑 然后时间到自己做自己做 根本就不用跟他讲 不像小孩子跟他讲 讲了一百遍他还不做 讲了你很生气了 他还是一副无所谓的样子 对 OK 电脑就不会 电脑你跟他讲什么 他就很听话 陈世写完 所以有时候反而比较喜欢写陈世 反而不喜欢教小孩 所以这个就是很难的地方 那怎么做 接下来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的话 我刚刚讲到 就是你可以用MKDI MKDI如果你想要知道 比较详细的 你们可以到第五个单元里面的 第二个三页这边 其实OS这个模组 它里面有非常多的方法 这些方法主要就是做一些档案管理 OS固定事情 应该是什么 Operation System 其实就是作业系统该做的事情 它里面都有 所以如果你会用这一个模组里面的方法 你用的好 基本上大部分的事情都做出来 只要是档案管理 那细节的部分我都不讲 当然我们针对我们要的 就是MKDI 那至于怎么做 其实我觉得它Python程式 其实相对比较简单 怎么做呢 首先第一个 我把这个程式 稍微复原一下 我按Ctrl一下 其实我做哪 做的总共应该有三个动作而已吧 第一个的话 因为我需要用到OS 所以我就在Import Request 后面呢 逗点 跟他讲说 我除了Request这个模组之外 我还要OS这个模组 这个时候他帮你引进来 OK 那需不需要再去安装 不用 因为OS已经帮你内卸了 你只要引进来就好 OK 不像有一些是他没有装 你要装好 你才可以Import OK 什么时候会有这种东西 你只要执行 发现 no module 什么什么 有没有 那就是你没有下载 你就下载就好 至于下载的方法 我们前面有讲过 你们可以看一下 第一步Import 第二步的话呢 就是在哪个地方建 资料夹 重点来了 你不能放错位置 你也不能放错回圈 OK 也就是说应该是当什么时候 建立资料夹最恰当 应该是在哪个地方 其实放在 跟Get这个地方 差不多上面或下面 其实都可以 因为呢 或者你先建资料夹 再去Get也可以 或者是你 这个Get完之后 再去建资料夹 其实都OK啦 所以我比较习惯的位置是放在 4J回圈下面 这里的话先建好了 那怎么建 很简单 OS DN 有没有 那我讲过那个方法 叫MKDI 其实在Spy的里面 他会提示 他跟你讲说 你MKDI后面就要给我什么 给我PASS PASS是入境 底下有一些说明 其实有时候你看一下 不过有时候参考一下 他其实主要就是帮你什么 建立一个资料夹 底下有一些叙述 好 然后呢我们就利用这个MKDI 然后呢放哪里呢 我跟他讲说我要放在 那个F.open 这边又有了 我放在Image 底下 就这里 有没有 所以你可以拿这个复制一下 帮我放在这里哦 然后呢 放在Image 目录下面 所以呢还要给他一个什么 党名 那党名叫什么呢 我们干脆叫J 反正第一个就1 第二个就2 第三个就3 OK 就是跟那个他的参数名称一样 那你当然可以加个J 不过一样的道理 前面是文字 你J是数字 所以怎么样 加一个STR 转型一下 OK 然后把它创 这样他就知道说 你要在那个Image 底下哦 建立一个目录 有没有 所以第一次就1嘛 第二次就2嘛 所以这样的话呢 就完成第一个 建立资料夹的动作 OK 所以其实不多嘛 就是 一个OS 一个MKDI 剩下来的话就是 把下载的放进去 那放进去 现在会不会放进去 现在不会 为什么 因为你存档的路径 你都放在Image的底下 所以你变成你要多再增加一个去处 放在那个下面 哪个下面 所以你可以把加STR 小瓜 我追Ctrl C 放哪里呢 一样放在这个Open的后面 放在 基本上一样的位置 放在这里 把它贴上就可以了 然后呢 可是这样OK呢 这样不OK 还少什么 因为我是要放在 这一个 有没有 比如说他是1的话 1的下面 那下面的话 你要跟他讲根目路 根目路符号是两个斜线 所以记得 这边一定要再增加两个斜线 的下面的话 那放哪里 放在这里 两个反斜线 他就知道说 你是要放在那个Image 使得 那个下面有一个 假设1的下面 这个叫做 的根目路下面 就两个 这个就是他的里面 如果你没加的话 他就放同一层 OK 这个可能要特别小心 看起来没什么 但是每个都是细节 OK 所以 要你们自己识做 主要是你要理解 然后你才会知道说加了这个 甚至你不加跟加你也可以试一下 你错了 你马上可以看出来 然后原来他没有放进去 他还是放外面 如果你不加哦 他就放在外面 他加了就放里面 OK 所以才这两杠 OK 好 那试一下 那再来的话 理论上是应该OK的 所以其实我这加什么 Import OS 然后再来就是MKDI 有没有 放这个 然后这边加一样 关键就这个 它底下 好 那应该OK的吧 三个地方 没多了 所以其实也不难 那剩下来就来看一下结果 OK 这个没有嘛 执行一下 这时候看一下 有了 有没有 所以他就是建一个资料夹 然后把东西放进去 然后再建一个资料夹 把东西放进去 所以很方便 就让他自己跑 而且几乎在瞬间完成 所以如果你们有大量这些事情 哇 这个城市就很OK了 那你们 大家不一定只有土档 如果你有别的东西 也是二进卫档 同样的方法 写一下就OK了 那其实Python最让人家感觉到很棒的地方 就是城市真的非常短 如果跟以前的城市比较之下 那真的是短到一个不行 你会发现只有13行 居然可以做出这么多事情 因为我跟各位讲 我大概二十几年前 用 其实我那时候是用VB6.0 不是VBA 是VB Visual Basic 6.0 它里面就是有个专门抓网路的一个元件 然后也是一样可以去抓 然后存档 但是我印象中我那个城市写的 哇 好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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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非常复杂的一个城市 OK 不像说像这城市怎么少到这种地步 简直就是非常幸福的一件事情 OK 所以这个是在时代的演进 城市只会越来越简单 可是你说再怎么简单 但是还是有一些关键的地方 一定是少不了的 像刚刚我讲到 这两匹 我相信应该会一定会有很多人 忽略 而且甚至不知道为什么这两匹 其实就跟木路 一层一层一层的 就是用这个符号 来表示我要放进去 OK 所以这个可能要慢慢还是要习惯一下下 好 那这里的话请各位 试一下 画面再还给各位一下 见木路 然后放到里面 我看 应该云端上面 在云端白板上面 应该也有了 只是说我好像直接就删除了 最后其实还是有同学问说 因为我们变成现在 如果它再下载 变成说要手动把旧的删掉 立正 然后再下载 那如果你假设 你不想这样做 怎么办 其实很简单 再叫一个套件 再叫一个模组 那个模组名称 那个模组名称 就叫做 什么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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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后来发现 这个模组 里面有一个方法 叫RMTREE RMTREE RMTREE 你可以RM 应该就REMOVE吧 REMOVE TREE TREE的话就树状 也就是你如果假设 如果你要删除某一个 资料夹里面所有东西的话 那你只要呼叫它 它就帮你把它整个移除掉了 所以 那当然你移除掉之后 你要把它RE 就重新再建立 所以如果 我希望把这个把它REMOVE掉的话 当然前提是 先用那个OS里面点PASS 有一个就是 判断说这个目录是否存在 然后如果存在 我就先删掉 砍掉 砍掉 这样我就不用手动方式 每次都要删除了 然后再重新再建立一个 IMAGE的目录 再把它丢进去 也这样应该 就符合 比较自动化的流程 所以 可以先试试看 我刚刚写的程式 我等一下再把它贴上 那试一下 如果你假设 如果你假设用OS里面的那个 有一个叫RMDI 是没有办法删除非空白资料夹 所以后来我就想说 那会不会有别的模组 的别的方法可以删除 有档案有资料夹 因为我被删除就是希望我整个就把它想要砍掉 后来发现还真的有一个叫Sutio的这一个模组 它里面有一个方法叫RM3 那它就可以怎么样 帮我把我的目录给先删掉 然后再重建 重新建立之后再把那个 123456建 然后把它放进去 所以 最后来 那已经差不多Ending了 最后我是有加了这个 那 第六个单元 这个原来有路径 我把它改一下 因为我这边是相对路径 如果当然你要改成绝对路径也OK 这三行 也就是再加这个 那它的主要目的就是说 它会先移除掉 你原来的这个 Image 不管它里面有不好 也就是我们之前 如果它重新跑的话 那我们可能会需要什么 先把里面先清掉 或者甚至把整个砍掉 再重新跑 那如果是这样 那我就直接把加这三行之后 它就会先怎么样 它会预先先帮我把 这个资料夹里面的这个 这个整个资料夹先砍掉 砍掉之后我后面再加一行 os.mkdr 再重新建 然后再把资料放进 所以我跑一次给各位看一下 不过 它就是把这个删掉 然后再增加一个 那里面的话呢 就是再把123456再新增 那这个好处就是说 你就不需要再手动去砍掉目路 然后再让它重跑 不用 它会变全知 这个需不需要特别去做 可能还是试情况 如果你觉得这个 反正自己手动一下 无所谓 那这个就可以不用写 不过既然要做了 有时候就是想说做的彻底 所以有时候城市每天都在想说 还要缺什么 他要缺什么 每天都在想 所以以前刚开始学城市的时候 每天就是一直在想 哪个地方还可以再更完善 OK 所以这个也是进步的动力 但是后来发现好像 其实好像也大可不必 有些地方其实 如果没有那么经常要用 你如果每天都在写城市 倒也是蛮累的一件事情 OK 这是取一个平衡点 后来发现 其实 很常用的 也许你写城市 如果没有常用你就不要写 可能 这个比较是比较平衡一些 OK 那请各位试一下 那这一题也许就先到这边了 然后 再来的话 我们后面就是再来讲 更稍微难一点的 后面其实还有一些爬虫 所以待会的话 也许各位可以看一下 0605 0605 那比如说 这个有些地方 因为跟之前有点重复性 我可能看情况 再来 有点考验各位一下 你们想想看 比如说台彩 假如说我今天想要取得 比如威力彩这些 我像威力彩的这些资料 那帮我把它 print到Python里面 那该怎么做 如果我要把 比如说大乐透 把大乐透抓过来 然后分别列在Python里面 该怎么做 这个可能就是一个考验 请各位试试看 OK 这也是活的 这是第一道题 OK 那第二道题 稍微又更难一些一些 这个也是很多同学问的 雅护股市 比如说我想要抓 雅护股市的某一个类骨 假设比如说水泥类骨 想要把那个水泥类骨 这个部分区块资料抓下来 并且存成ESale 因为有很多人 因为之前我跟各位讲过 雅护股市早期是用table 标签 那因为以色尔里面内建的下载功能 就可以把雅护股市的资料抓下来 或者录制聚集 或者写VBA 那这样造成雅护股市的流量 就很一直被抓 他可能就不生其扰 于是乎呢 他就不用table 所以你会发现 他里面的标签 基本上呢 就会是用什么 用DIV了 那这个时候呢 如果你是用那个 ESale里面的 下载资料那个功能 你就无法下载 那怎么办 里面要改 用 那如果用python来写的话 那要怎么写 OK 所以请各位试试看 那我的预期目标是希望说 自动帮我抓水泥肋股 并且存一个CSV好 或者存ESale也好 那要怎么做 OK 我想想看 这两个题目 活学活用 尽可能如果说以后 你看到哪个网页你想要 可以把很快抓下 那表示你应该OK了 只是说要怎么样达到这样的目标 这是要练习 OK 所以有两个 一个是台彩 一个是雅虎古事 那主要是放在0605的这个单元